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4月15日 祖云达斯望罗三分 周日深夜 一甲火热进行 沙索罗主场迎战祖云达斯 祖云达斯依然有望争夺联赛前四 而且他们面对沙索罗有压倒性的优势 祖云达斯此行更有利奏节而回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在1月中旬的时候 沙索罗还在降班区附近徘徊 不过球队近期势头令人眼前一亮 过去十轮联赛取得六胜二和二负的佳绩 凭借这一波强势 他们在29轮联赛过后 已经抛离降班区15分 户籍成功基本没有问题 不过沙索罗距离前六 还有双位数分差 球队要争夺欧战资格也并不容易 因此他们上轮开始也优点放松 做客挑战深处降班区域内的维罗娜 沙索罗在上半场一球领衔的情况下 比赛最后十分钟被对手连入两球 惨遭逆转 其实沙索罗状态不够稳定的关键原因是阵中欠缺一位稳定的得分点 虽然阵中有多达四位球员经济联赛入球达到五球或以上 但最多的是阿文特罗连恩迪的七球 而此子近三轮联赛都没有入球 球队的进攻套路似乎已经被石穿 金扑面对实力强劲的祖云达斯 沙索罗还是不宜过分高估 祖云达斯上轮联赛在与拉肃的强强对话中败下阵来 这或多或少是因为周中的欧洲联赛事导致他们有所避忌 好在祖云达斯在欧洲联半准决赛首回合主场1比0小胜事恶停 球队也取得了晋级先机 而金济对于祖云达斯来说并非友好的一个赛季 球队惨遭判罚扣除15分 倘若不扣除这个分数 他们目前正排名一假第三位 不过祖云达斯目前还未失去争夺前四的机会 29轮联赛过后只落后第四位的AC米兰8分 仍有追赶的可能性 加上仍有欧洲联锦标可以争夺 换言之球队目前还有二种方式争夺来借欧冠联资格 如今欧洲联半准决赛手握优势 相信祖云达斯也不会在联赛中放水 另外上季射入24个联赛入球的杜新华和玉 今季20次出场只有8球进账 这位塞尔维亚射手在去年10月尾受伤养伤长达3个月后 只在联赛中有过一场比赛有入球 目前正遭遇联赛连续8轮没有进账的入球荒 他能否取得入球将决定本赛季冲刺阶段能否取得好成绩的关键 相信队友会不断为柄让他重拾信心 阵容方面 后卫阿利斯辛度被罚停赛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